为佛哉众生,当佛念慈会,当佛念慈来为佛佛山,当佛念慈还为佛佛山。 生命电视,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祝宋的第三名行程 就是前面讲的 这个深安乐行的行出 进出 这两方面的道理明白了 能够如法成就的 修学成就了 那么所得的利益 下面加以说明 所以叫做明行成 说明深安乐行修成的那种进阶 这在长文里面没有 所以这等于是一种补松 也是等于姑且松 因为前面长文没有说这个道理 用修松来说明 说明这个修行成就 所以这个科判里面 长文修松 那个修松就不叫做重松 因为它不是全部重松 前面的道理多数是重松 那么现在以下的明行成 在前面长文里面 没有完全表达 所以这只是一种 等于是补松 明行成有三段 第一明行成 第二是行成尔的安乐 第三是宋总结 由一首一首一首颂半 就是六句 说明标示修行成就的这个标明 标行成 标示出按照上文修行成就的这个情况 若有比丘 若有比丘 于我面后 若是行出 即清静出 说思今时 无有缺弱 这是标行成 这是对于初学的菩萨比丘说的 初发性的菩萨比丘 要弘扬这个大法自立的他 那么佛说要按照这个四安乐行去修学 这是第一段说明深安乐行 如果有比丘 在佛入灭以后 我佛自称 在佛灭度以后 能够依上面所说的深安乐行去修学 若是行出 即清静出 若按照上文去修学 以这个境界来收拾身心 如法修行 由此能够阵入不生的境界 无生的境界 所以叫做若 若这个前文所说的行处跟清静处 具备前面这些条件 说思今时 无有缺弱 那么你按照前文所讲的道理 如法修行成就之后 那你要讲说这一部经 就不会有缺弱 缺 退缺 觉得自己不行 害怕 那就是退缺 比如说你功夫没有到 那总人想讲 讲不好 那么有害怕的心理 那么就是缺 那么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的定力不够 那么有所缺弱 那就法没有办法说好了 现在具备前面行处进处的条件 能够如法修好 那么你要自立地他 要说这个大法的时候 那就能够很坚定的心 有无碍辩才 可以来解说 就不会有缺弱的现象 所以说无有缺弱 简单说 具备前面的行处进处的条件 你就能够如法的讲说这个大法 下文是事行成 说明这个修行成就 就是所得的安乐 有形成而的安乐 所以叫做是形成而的安乐 的安乐就是形成的这个好处 古报 菩萨有时入于净世 以正义念随意灌法 这是说平常的修持功夫 行菩萨道的比丘 或者是有一定的时间 每天有个定课 入于净世 安静的地方 初学菩萨道 初学修行的人 总是要有 闲居净出 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来做修学的摩练 假如你在山东 杂音很多 很复杂的地方 初学的人是很难做好 修行的功夫的 心静不下来 外面的声音 种种的杂项 生发 那么影响到你的 这个修持的功夫 那就没有办法修好 所以必定要找一个 闲居的地方 安静的地方 来好好的修灌 所以入于净世 以正义念 正义念随意灌法 就是修行 按照前面所说的意义 意义的好好修灌 专意起心 正心正念 意 心里想着 观想 这个所修的 这个境界 如法去修观 那么 如果你修应成就了 从禅定起 那么出定之后 就得自己定力够 可以为人说法 所以为诸国王 王子 陈明 托罗门灯 开化延长 说是今天 其心安盈 无有缺弱 前面越远论镜说 不要亲近国王大臣 那是你在初学修行的时候 不要接近于好事 恐怕是心散乱 功夫修不好 现在这里讲 为诸国王王子说法 那是修成了以后 修成了以后出来 所以说 从禅定起 那也就是说 您的功夫成就了 有这个能力 可以说法 可以度人 那么就不妨 为一国之主的国王 等于现在的总统 王子 古代帝制时代 有太子 国王有王子 这些人 你都可以为他说法 臣 是文武大臣 民 是一般的老百姓 婆罗门 婆罗门是其他的宗教家 等于其他的一切众生 他如果有需要文法 你都可以开导他 画度他 演讲这个大法 长啊 是说的很流畅 很通顺 不会咯咯巴巴 那么说的很流畅 很通顺的 那么使人听起来 生欢喜心 你善能说法 最起码是众生得欢喜意 那么说什么法呢 说思经典 思就词了 说这个法法经 说明佛出现时间 先全后失 开全显时 会三归一 说明这个道理 说思经典 那么你要说这个道理的 说这个经典的时候 起心安盈 安盈就是安稳 很稳定的 心很安定的在说法 因为你已经有 修行有所成就 定功成就了 那么也能变才无碍 所以你在说法的时候 心很安定 也不会有退缺 有这个弱势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坚定 很坚强 很有力量 很雄壮 很伟严的 来说法 来说法众生 这是 是形成而的安落 那么能够如法 说法 死众生的利益 这就是安落行 很自在的 这里 理他 安落行 第三 送总结 总结上文 文书 是理 世民菩萨 安住出发 能以后世 说法伐经 那么这是因为文书 请问 初学菩萨 他要做这个 弘扬大法的事业 想要弘扬佛法 要讲这个大法 要怎样子才能够安心 如法去讲 不至于有所方案 那么佛为他解释 第一 身安乐行 身安乐行里面实际上也兼心安乐 不过这个修法 不过这个修法 因为这个清静方面说 行动方面说 多数是由身体表现出来 因此叫做生安乐行 实际上能灌诸法空 能体悟诸法 那都是心 要逢心下功夫 所以身安乐 心也安乐 不过站在身体力行方面说 所以叫做身安乐行 因为是文书请问的 所以现在总结上文 对文书的总结说 文书司令 文书菩萨呀 我跟你说 上面我所说的就是菩萨 能够安住在第一个法 出法 出是第一 就第一身安乐行的法 按照上面的行出 进出 出学菩萨 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么世明菩萨 安住出法 那么安住在这个 身安乐行的行出 进出当中呢 能以后世说法法经 在佛灭度以后 在这个世间上 他就能够啊 如法来讲述法法经啊 来做自立立他事业 那么讲到这里为止 身安乐行 说完了 因为身安乐行里面 有好多是 熟与空的道理 那么比较难解 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 下文这个口安乐行啊 说起来要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 所以口安乐行啊 就比较简单了 口安乐行 也是由常文 有句松 常文里面 有两端 第一是标 第二是士 标 标明口安乐行 经文 又 文书斯理 如来灭后 以末法中 欲说 事经 印住 安乐行 又 也等于 副字 还有 还有 前面说的是 第一种 身 安乐行 现在要讲 第二种 口 安乐行 那么因为要说第二种口安乐行 所以再叫这个文书菩萨的名字 所以说文书菩萨 文书斯理 如来灭后 如来 释迦牟尼佛 灭后 就是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 佛入灭以后啊 尤其到了末法之时 那么这里就把前面的正法 向法略掉了 那么到了这个末法之时 因为正法接近于佛在世的情况 弘法比较容易 向法也相似于正法 还不算太难 最难的就是到了末法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正法一千年 向法一千年 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末法一万年 现在正是到了这个末法的时代 在于末法时代当中 欲说世经 想要发心 来讲出妙法连法经的这个高深的理论 要说这个开权显示会三归一的道理 要说诸法实相之法 那他应当要安住于安乐行 什么安乐行 就是口安乐行 前面生安乐行说过了 现在下文要说口安乐行 所以这是标明 下文是解释 解释有两段 是越止行冠行来分别 有修止冠 只冠 只冠就是修学佛法的根本办法 而且在整个佛法当中 只冠法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杨仁山居士的初学课本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说 只冠法万事思 只冠自法 修只冠 是修学佛法万事之思 只要你是修学佛法 离不开止冠 离开止冠 没有法好修了 所以纵然有八万四天法门 也不出止冠 这止冠法为万事思 下文的口安乐行 越止冠来说明的 那么先讲止行 止 停止 止息 止息烦恼 止息忘念 止息过错 所以叫做止 止行 说的比较详细一点 有四段 所以止行有四 第一 不说过 第二 不轻慢 第三 不叹魁 不叹魁 第四 不厌闲 有这四段 先讲第一 不说过 要做红发事业 先守口的 不要说过犯的事 不说过 若口先说 若读经时 不要说人 即经典过 这是第一 不说过 这个不说人的过 口先说 就是口安乐行 凡是我们口 嘴巴说出来的话 所有讲说的 无论你是在讲经的时候 或者是读经的时候 所以说 若口先说 就是讲的时候 若读经时 就是读诵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 尤其在讲说的时候 不要说人 即经典过 这里有两点 第一 不要说人 都过 人 没有成佛之前 未免有过 过 过错 错误了 过失 无论是有心 无心 所做的故事 有心做的是罪过 无心做的是故事 没有成佛之前 不是一个完人 免不了有过 所以 经里面说 如果要维系的去研究 假如要找人的毛病的话 除掉佛之外 就是圣贤 也未免有微小之过 免不了会有很维系 小小的过犯 所以不可能说是 每一个人是个完人 完全没有过错 那是不可能的 除掉佛 当然没有过 其他的人 难免有过 有过 你不必说 不要说 就是不喜欢说 要 爱要 喜欢 不喜欢说人的过错 就是不要说 人有什么过呢 或者是说 你看那个人啊 他不讲法法经 法法经是最殊胜的 是诸金之王 他不讲 讲那些小经 那有什么用啊 这不对 不能这样说 你讲你的法法经 别人讲经说法 纵然不是说法法经 其他的经 只要是佛说的 是正知正见的大小圣法 都可以说 都该学习 法门无量 是愿学 不是直学 一部法法经就够了 那么因此之故啊 别人讲其他的经 你不要说他的过 你不要因为 他没有说法法经 你就说他 因为这样不对 这是说 讲经方面来分别 那你一讲法法经 就说别人没有讲法法经 不好 这个不对 这是还是很普通的 那么你在讲经 别人讲别的经 那么因此你说 他不讲这个经就不对 不能这样说 只要是佛法 他不是说的外道法 是佛的正法 都可以说 都要使众生明白 所以不要说 因为他不说法法经就有过 没有这个事情 那么如果说 他平常的日常生活 或者是他的举动 造作 如果有其他的过 是更是不要说 说人的过 那就好像嘴里吐出这个 这个很脏的虫来一样 都是吐这个脏的东西一样 所以不要说人过 说人的过 总是不好的 那么因为讨论人家的过 在后文有讲到 这里主要是说 别人不讲法法经 那你讲法法经 不要批评别人不讲法法经 有什么过 只要同样是说的佛法 就是有利益众生 应当都可以说 不要起分别 集经典过 这句话很奇怪 经典哪里有过 世间好与佛说定 佛说的话都是好话 当然没有过 这里所说的经典过 就是说 你说法法经 这是一识之法 最殊胜诸金之王 那你就编织其他的权法 声闻法 声闻的经典 那个不如这个 那是不究竟的 那是不了意的 如何如何 这就叫成 变成批评经典 批评经典 经典本来没有过 你这样子批评 就不对了 因为不能说是 因为你卖高利生 你又说感冒药不好 不能这样说的 所以感冒药 有感冒药的功用 那么因此之故 你不要批评 除掉法法经之外 其他的全教的教典 无论是生文教典 菩萨的全教的菩萨教典 你不要批评 因为同样是佛法 不要分别 或者是连下来 不要说人挤经典过 就是你不要说 那个说法的人 说其他的经典 那你认为他有过错 这就不对 这是第一 不说过 这就值啊 停止说人过的那一种的信念 不但是不发一口 心也不动这个念头 所以不要想说人家的过犯 不说人过 第一不说过 第一不清漫 义不清漫 诸以法师 别的法师讲其他的经 你不要轻视他 不要升级供高我慢 讲经能说法的法师啊 在家就是能讲经说法 情况也是一样的 最怕的是叫做骂咒 骂咒 什么叫做骂咒啊 你在法咒上讲经 讲经不讲经 来批评别人 某某法师如何如何 某某法师如何如何 就尽批评别人 那么好像把别人的短处 都把它搬出来之后 你的长处就表现出来了 好像如此 把别人压下去了 你就站起来了 不见得 不见得 因为你说法就好好说法 你不要批评别人 假如讲经说法 喜欢批评别人 这是不好 所以不要轻慢诸以法师 就是说其他的法 其他的法师 无论他是生活方面的过错 有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他说法的方面 有什么不理想 那么你仅仅在法咒上公开批评 这是不好的 古人呢 他纵然在法义上有争议 不是说这个平常的事情 在法义上有争议 彼此见解不同身体的争议 他也不指明的 不指明 就是说这一句话 那在有些地方 在哪一个角度来说 他是怎么样说 但是以我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 他不会明显地指出 这个某某人怎么说 那么同时就加以批评 那么侵蚀他 供告我们 这样子是不对的 所以第二 不侵卖 就是不要侵卖 其他讲经说法的法师 最怕骂作 批评别人 这样子啊 对自己没有好处 而反而反映到 你这个人呢 没有修持功夫 心量太巧 极度 极限度能 所以这个第二 要仔细 这个清慢之心 所以不清慢 第三 不叹悔 这是说对声闻法 对小圣法来说 也不要赞叹他 也不要毁谤他 那么对小圣 修小圣法的人 你赞叹他 他会固步自封 不肯发大心 你毁谤他 反而使起他 生起反感 他更不修大圣 所以不叹也不回 所以经文说 不说他人好 恶 长短 这句话 应当是越通途论 不但是指声闻人 与声闻人 亦不称名 说其过恶 亦不称名 赞叹其美 这一段 才是针对声闻人说 不说他人的好恶 长短 这就是不限制在声闻人了 任何人都是一样 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 不要批评别人的长短 好 好处 恶 坏处 长 长处 短 缺点 长是有点 短是缺点 好的地方 长处本来是不妨批评 如果是对声闻人 你赞叹他 说他好处 说他的长处有点 那么因此他就会以得少为主啊 不肯再发心修学大法 不肯回小向大 对声闻人 不必赞叹他 那么也不要批评他的不好的地方 也不要批评他的短处 所以不要说他人好恶长短 如果这个他人指的声闻人的话 就是对了 如果指的普通一般人 应当是隐恶 扬善 把人家的好处啊 不妨多加以赞叹 多提出来说 人家的短处啊 应当把它隐藏起来 不要普遍的说 因为普通一般众生的习惯啊 总是喜欢批评别人的 随人背后无人说 哪个人前不说人 两三个人在一块就在哪里 说长说短 张家长 李家短 就是批评起来 如何如何 说多了 就变成死灰了 以后严重 就变成打架了 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了 发生生命关系了 那就问题更严重了 所以啊 三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最好尽量不要批评别人 尽做长思几过 闲谈目论人辉 这是通途的一般的情况 那么对于生活修小圣法的人来说 以生活人 你也不要称名来说其过 哦哦某某人啊 他是个小根性 他是个焦牙败重 他是个治疗汉 他是个看三界如老狱 世生世如冤家的这种的治疗汉的东西 他是个焦牙败重 没有什么功用 不发大心 老实说他的购欧 那么你不要这样子批评他 这样子使他反感 以后他更是不接近菩萨 更是不肯接近大法 也不要称他的名字来赞叹他的美好 哦某某人啊很了不起啊 他修生文法如何如何好处啊 这样子他就说 那我可以了 你看那个菩萨都在赞叹我啊 那我活必行菩萨道啊 又会阻碍他的菩萨道 因此之故对于生文人 也不要赞叹他 也不要毁谤他 所以说不叹不毁 这是第三 第四 不怨贤 又以不生怨贤之心 对于前面一切这种种人 你不要怨叹他 不要嫌隙他 怎么样子怨贤呢 例如说 看到别人 那么修小法 你就嫌隙他 这个人啊 没有大心 那么一点也不发心 他老是只求自己治疗 这有什么用啊 那么看他好像冤家一样 怨贤 那么因此之故 如果以这种心来看待众生 都是不好的 所以不要有怨有贤之心 那么这是口业方面 都是止行 这四种都要止 都要停止 不能有 应当都在停止 所以叫做止行 那么把这些行都止了 那么心里的妄念也就少了 就能够安定下来 第二 惯行 应当这样子修惯 所以叫做惯行 善修如是 安乐兴物 诸有听者 不逆其一 有所难门 不以小胜发达 但以大胜而未解说 另得一切种子 这是惯行 就是说 前面该指的指了 那么这里应当做的 就得做 叫做惯行 善修如是 安乐兴物 这一句是 成上旗下的文字 善能按照上文 四指去修行 成就安乐兴的缘故 凡是有来听你说法的人 诸有听者 诸有来听你说法的人 你不要违逆他的心意 不逆其一 就是有人来请问佛法 你得好好为他解说 有所难问 不以小胜发达 假如有人请问 法医佛法的道理 有人来问的时候 你尽量要用大胜发来答复他 不要用小胜发来答复他 为什么呢 恐怕他是小根 那你用小发答复 就停止他 妄大修行的理念了 所以因此之故 不要用小胜发达 因为初学菩萨 没有他心通 没有他心通 你不知道对方 是什么样的根性 假如你用小法答复 他是个大胜根性的话 那就阻止他发大心的因缘了 所以因此之故 你只用大法答复 不会发生这个错误 但以大胜而未解说 尽量用大胜法的意义 来为众生说法 来答复他的问难 目标就是要使力一切众生 得一切种子 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 一切智 道种子 两种都具足的智慧 叫做一切种子 一切智是总 智慧的总义 灌诸法空 就是一切智 灌诸法的差别像的假名 假像 那就是种子 种类 千差万别的种类 心意叫做一切像之 在一切像上 差别像能够了之分别 那就是别之 那么分别一切诸法 了了分明 无论种相 别像都能分别 所以叫做一切种子 一切种子 简单说 就是佛的智慧 令的一切种子 就是目标 要使令众生成佛 无论哪一个众生 来请问佛法 我都要使令他将来成佛 抱住这种 使令众生成佛的观念 来答复众生的问难 这样子才不会发生过错 所以这就是所谓惯行 惯行只应当这样说 应当这样做 假如你行菩萨道说法 能够这样行这样做 这就合佛 这个修学大法的 菩萨道的条件 那么这是常文 下面是俱松 俱松顺着常文 也是有两端 第一是标诵 第二是宋士 前面的标语诗 顺着前面的常文 加以重宋 儿时士尊 欲重选此意 儿说俱言 这是标 那么下面这把诵文 标识出前文 有两首诵 是标 菩萨常要安言说法 以清净地 儿是床桌 余游图身 遭遇成位 作心静一 内外俱经 这是一种补诵 前面经文里面 常文没有说得那么细 这里都加以补足 行菩萨道的人 常常爱要安定其心 安文在说法 那么要说法之前 事先的准备啊 要申口一三页清经 表示这个三页清经啊 说法的地方 也要清净的地方 所以于清净地 儿时床桌 清净地 例如一个讲堂 打扫干净 窗明已经 那就是清净地 例如说大讲堂 儿时床桌 这个床桌就是法座 这个床啊 不是指睡恶用的床 因为这个床 就是指的说法的法座 说法的法座 设得庄严 因为说法呀 是尊重法宝 为了要尊重法宝啊 这个法座要 最起码 比听众稍微高一点 所以就是 比丘界里面也有规定啊 人在高精心处 己在下精心处 不得位说法 听的人比我高 那我说的人比他低 不能说法 为什么 这样子使他对法轻慢 对法没有尊重 这不是对人 是对法 那么 您说法的人 坐在比较低的地方 矮的地方 听的人坐在比较高的地方 这样不能为说法 为什么 这样子他不尊重法 所以说法的地方 必定要比听众 少微高一点 法座要高一点 这样子表示对法的功近 所以要试射比较高的 这个法座 而是创作 试就是试射 以油土生 这是表示 气除够味 印度天气很热 尤其初夏人 他脱波啊 都是吃着脚的 不穿鞋子 没有像我们中国的出家人 那么享福啊 不但穿鞋子 还有穿袜子 穿袜子 穿袜子 穿鞋子 当然这样子就出去跑路 没有问题了 他是持着脚 不穿鞋子 当然更是没有穿袜子的 持着脚到外边去脱波呀 天气很热 脚很容易龟裂 发生毛病 所以要用这个油去涂 油涂在脚上啊 免得碰到这个太热的地面了 发生这个 对身体有伤害 所以用油来涂这个脚 涂身体 那么这里用意是 要去身体的够位 所以接下来就说 遭遇 宠威 洗澡 沐浴 使这个身体上的 存够 为物去干净 那么也就是说 您要说发呀 也要清净庄严 不能拢得脏脏的身体呀 那在哪里说发 这样子对法也不恭敬 做新净衣 衣服也穿好一点 不要破破烂烂的 人家一看那个罗汉像 说的罗汉法也不大像 这样子也不大好 所以可能的话 穿新的衣服 做新衣 假如没有新衣洗干净就可以了 做静衣 新净衣 新衣当然干净了 假如没有新衣旧的衣服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要脏兮兮的 所以要做新净衣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因为对法的尊重 假如你衣服穿得脏兮兮的 还有这个味道 飘出来 那么人家问 听法的人一听 闻到你的味道 他就要褪皮三色了 怎么还来听法呀 那就不好了 我记得民国三十八年 二月 我在基隆 霸毒 不是这个 细植 细植的进修院 我在调养病 我读书 多了生病 在那边调养病 住了差不多一个月 一位大陆来的法师 可能他没有带长挂子来 那个长挂子 恐怕来从大陆出来的时候 一直穿到那个时候 他已经来了两三个月 恐怕他那个长挂子 穿了两三个月 这个领子 领 这个脖子的这个领子 衣领的地方 那一层垢胃 它很厚很厚 脏兮兮的油腻 从身边经过 那个臭味难闻 觉得很害怕 那么你要请他说吧 人家一看到他这个脏相 谁也不想闻啊 谁也不想听啊 所以当时这个长寿的 这个大众很发心啊 就马上也劝他 你把这个长挂子啊 给我洗洗吧 否则你说吧 你人家不想听啊 那但是他又要保守他的巫衣 他不穿长挂子 他不好意思不习惯 那没有办法 就叫他不要出去 在房间里面关起来 叫他闭关 那把长挂子脱下来 洗一洗干净 据说那个长挂子啊 洗了多少水啊 多少肥皂啊 洗了半天才洗干净 因为他穿了三四个月了 你看多脏啊 假如穿了那么脏的衣服 你说吧 谁愿意听啊 看到就害怕了 所以不一定要外向上看起来 庄严清净 做心净衣 这是外境 应当要做到内外清净 所以叫做内外聚净 外向穿新衣 穿净衣 这个沐浴干净 这是外向清净了 内怎么清净啊 内是内心 内心要清净啊 就是身口衣三页清净 没有前面四种过犯内净 所以内外都要清净 接下去 第二送式 送解释的时候 也是分两段 第一送子行 第二送观行 有前面的直观两行呢 用重送双兵 子行还是四段 不过次第不一样 第一送第二不清慢 安处罚坐 随问为说 他的科幻就叫做 送不清慢 文字里面看不出 不清慢的意思来 随问为说 就是有人问就答复 安处在法座上说法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就答复 不要清慢别人 那么实际上文字里面 看不出清慢的意思来 但是里面是有这个含义吧 第二送第三 不探回 经文里面 有十句也看不出 这个不探回的意思 实际上是送这个 说法的意义 若有比丘及比丘尼 朱尤婆赛及尤婆仪的四众弟子 国王 王子 纯臣 四名 于为妙裕 活言为说 若有难问 随意而答 看不出 叹回 也许是里面 有所 有所喊吧 若有人来 难问 不管他是四众弟子 或者是国王大臣 或者是一般老百姓 来请问佛法的时候 用唯妙的道理 来为他说法 说法的时候 要活言 磁活的言貌 不要现出 那个 过度的严肃之下 人家看到害怕 所以要活言 爱依慈言 那么 以活 很游活的 言貌 来为人说法 表示出一种 欢喜 建议众生的那种现象 如果有人问 随意答复 随意而答 就是问什么意义 答什么意义 就是 应问而答 第三 送出 不说过 就是第一的不说过 这个第三才重送 因缘 比喻 敷衍 分别 于是方便 皆是发行 见见正义 如意佛道 这里面 也看不出 不说过的意义 这是意思包含 用因缘 用比喻 来敷衍 就是说法 分别这个道理 用种种的方便 使众生发不立心 这皆是发心 渐渐正义 使他渐渐增长 他的这个大法的利益 发不立心 入于佛道 去向于无上谱体的大道 下面第四 送第四 不验弦 出懒惰意 及懈怠想 立足 有脑 此心 说法 也看不出 验弦之心 这是意思包含 要出去 懒惰 懈怠的心意 所以 出去 懈怠的思想 就是要努力 尽尽 不能有所懈怠 远离内心的 犹愁苦恼 要慈悲心来为众生说法 这是送第四 下面是 上面是送子行 这里 以下是送观行 昼夜常说 无上道教 无论是白天 无论是晚上 随时都可以说法 有说法的因缘 就说法 说无上道 无上道就是菩提道 佛国的 这个 言教 教 就是教法 说法 就是说教 以诸因缘 无量比喻 开示众生 先令欢喜 用种种的因缘 种种的比喻 开导指示众生 使令他对大法 生欢喜心 衣服 卧具 饮食 医药 而其中 无所希望 就是不希望 这个四肆供养 人家对于 这个衣服的供养 卧具供养 饮食的供养 医药的供养 对这些四肆供养 我对于这些 没有希望心 不希望人家供养 就是为说法 而说法 大一心念 说法因缘 愿成佛道 令众一儿 只是专一起心 说法 目标 就是要使众生 彼此度难成佛 自己求成佛道 众生也使令他成佛道 试着大力 安乐供养 如果能够这样的修行 就是由大力 的口 暗乐供养 那么得是这道供养 更殊胜的功德 下面第三 明行程 就是 聚颂里面有三段 标 四 行程 那么这是第三 明行程 前面词说二 应当是三 明行程 有四段 第一 标 行程 有四句 我灭度后 若有比丘能 焉说是妙法法经 佛若灭以后 如果有比丘 能够讲法 法经 指标 下面是 第二 明 内无过 这外难不生 内心无过犯 外面的这个恶难 就不会生起来 心无极慧 心里面没有极度 没有称慧 慧就是 昏汗心 诸脑障碍 也就没有种种障碍 本来讲 这一段文讲完 结果讲不完 讲不完 就是说 明行程 有四段 只讲到第一 标行程 第二以下 就是心无极慧以下 我们留下子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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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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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网路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路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创造生命奇迹的白鼠 在一所肿瘤研究院内 几位肿瘤研究员 正在用一只五白鼠 做肿瘤实验 他们给那只白老鼠 移植了癌细胞 这是刚提取的癌细胞 小家伙 一会儿就要给你打针了 打开笼子 这几天 你要守着它自己观察 好的 过了几天 关在笼子里的白老鼠身上的肿瘤 越长越大 肿瘤已经开始生长了 是啊 而且最近这几天 长得很快 你看 都长这么大了 随着小白鼠身上的肿瘤 越长越大 他们却惊讶地发现了 一个异常的现象 嗯 你快去看看 那只小白鼠太奇怪了 嗯 怎么回事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啊 怎么会这样 那只长着肿瘤的白鼠 变得非常焦躁不安 还痛苦地用嘴撕咬身上的肿瘤 并将咬下来的一块块肿瘤 吞噬下去 伤口上血迹斑斑 几乎已经见过 它这是在做什么 它疯了吗 天啊 它这是在自残 不 它不是在自残 它是想把自己身上的肿瘤 全部咬下来 可是它这么做 是为什么 癌细胞已经深入它的体内 它这么做 也救不了自己的命 这或许是动物求生的本能 才驱使它这么做的吧 又过了两天 那只母白鼠产下了一窝 晶莹透亮的小白鼠 快来看啊 这只小白鼠生下了一窝小老鼠 真是不可思议 这只白鼠已经疾病缠身了 竟然还能生下一窝小老鼠 可惜 这窝小老鼠活不了多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移植的癌细胞 已经遍布这只老鼠全身了 它已经活不了几天了 它一死 这窝尚需要哺乳的小老鼠 还活得了吗 可怜的小家伙 随着那窝小老鼠一天天长大 母白鼠的身体也日渐消瘦 这只母白鼠拖着只剩下皮包骨的身体 在癌细胞无情的摧残下 用无比坚强的抑制 把自己体内所有的能量化为生命的乳汁 撑到最后喂养着它的孩子 我现在终于明白 它为什么会疯狂地撕咬自己身上的肿瘤了 它是想要延长一下自己的生命 以便能顺利地产下自己的小孩 让它疯狂撕咬自己身上的肿瘤的动力 不是求生的本能 而是母爱的力量 就在母鼠留下这窝小老鼠二十一天后 并永远地倒在笼子里 没有了一死不息 一群被它喂养长大的小白鼠 将母亲围在中间 这真是个奇迹 它体内的癌细胞早已变不全身 按理说它早就应该死了 没想到它竟然还活了二十一天 你知道吗 二十一天恰好是白鼠平时正常的哺乳期 之后小白鼠就可以脱离母亲而独立生存了 如果不是母爱的力量在支撑着它 它早就死了 为了能顺利产下腹中的孩子 这只母老鼠忍受着剧痛 用嘴撕咬自己身上的肿瘤 为了能让孩子存活下来 这只母老鼠在体内被移植癌细胞的情况下 还能顽强地活了二十一天 创造了生命奇迹 面对这种伟大而悲壮的动物母爱 深深地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接下来请收看波蛾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大乘也好 小乘也好 藏传 南传 北传 从我的角度来讲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什么修正 没有什么修心 没有什么正物不敢谈 谈不上什么 但是学习方面稍微了解一点 佛法稍微了解一点 也不是佛教的某一个方面 整体方面稍微了解一点 稍微了解一点 这个并不是说都学了 都精通了 都修了 都真无了 不是这样子 这些都不敢说 但是稍微了解一点 那么了解了以后 我就觉得这些都是佛法 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是可以圆融到 比如说这个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里面讲的 它的内观 它的内观当中讲的 很多都是我们 这个藏传佛教的 这个私家心里面的东西了 私家心里面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内观开始 开始修的时候 从四年初开始的 汉传佛教修行 也是从四年初开始 比如说如来禅 如果是如来禅 按照释迦牟尼佛的原文去修禅的话 那应该是从四年初开始的 那么四年初 汉传佛教的四年初 然后这个南传佛教 就算是从四年初开始